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上去宛若幽灵 洋人响取特里夫导演在1968年的黑衣新娘中Jeanne Moreau的经典造型 黑色oversize的大衣是对二衣春夏扩形地继续延续 艳丽的色彩搭配白褶的手法是这一集的亮点之一 中山装饰的服饰特色仿佛是设计师Gavassalia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童年记忆 印花练衣裙的不对称剪裁让整个造型感更加强烈 Oversize的黑色西服在侧面用别针别起 搭配印花软面小牛皮制成的购物袋 让整个造型更加具有趣味性 秀场音乐以AI语音吟诵的方式 重新诠释了法国著名乡诵《玫瑰人生》 La Vie en Hose 当歌曲去掉了旋律 只留下Series冷冰冰的语气 念出这些情话 这首歌就像被剥去了玫瑰色的滤镜 这酷似《银翼杀手》里描写未来世界的情景 真实世界已经丧失了浪漫 而浪漫是需要通过仿生人与人工智能来提供 看似宽阔松散的连衣长裙 搭配沙漏包 整个造型轻松有趣 利用热成型技术的Mag提炼包 搭配夸张的比例和荒谬的色彩 体现出本季一个重要的概念 日常的普世性 整场走秀最大的亮点 是所有模特都顶着一张 Elisa Douglas的脸 她是美国的艺术家 在这个视频当中 使用了换脸技术 捕捉Elisa的脸部影像 通过CG扫描来进行数字嫁接 同时通过平面跟踪 转描 机器学习和三维建模等先进技术 达到一人一绣场的超现实效果 足以以假乱真 也以此呼应了本次的主题克隆 The Hiker Project 是Balenciaga和Cucci两大品牌合作的全新项目 旨在探索和质疑时上对于原创 伪造与挪用的看法 用涂鸦的方式在背包上写下 This is not a Gucci bag 其灵感来源于超现实主义画家 马格里特1929年的作品 This is not a peb 以此来质疑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真实性 Cucci的经典老话 如同骇客入寝般地 进入了Balenciaga的视频当中 让Cucci的Monogram图案 有了Balenciaga的打开方式 Gavassalia在牛仔材质的下装 采用金属环和锚钉的设计元素 改良了拉链 侧面口袋和背带 让工装款式加入了浓浓的朋克椅围 双臂的腰带 来自于Cucci的经典logo腰带 但它并不是一个艳品 为衣上的Simpson家族 其中几位主角 穿着的正是Balenciaga 上一个系列的标志性单品 镶嵌水钻的紫色莲帽衫 正面写着Baby 一位宝贝 同时这也是Balenciaga 首字母的法语发音 维果实大衣 让人想起经典的Balenciaga简形结构 它具有很强的实穿性 Gavassalia认为 实装不需要很强的季节性 功能性与实穿性 才是更加应该被考虑到的因素 冬季里最实用的派克大衣和浴绒服 缩短了袖子 并加长了领子 领子高立并远离近步 带有典型的Balenciaga态度 模特手持 外形酷似快餐盒的Fast手包 以碳纤维制成 非常轻盈 Balenciaga的时装 常常看起来很寻常 连帽卫衣 运动鞋 训练服 超市购物袋 外卖饭盒 电脑桌面图案一样的印花 这些随处可见的日常 被Gavassalia重新审视 并将这些生活化的元素 放进Balenciaga的设计当中 让时装 与每个人的生活相关 就像这些 卫衣 似曾相识的文字与图案 暗示着生活中 那些不曾被看作时尚的元素 依然可以通过重新解读 变为一种时尚 这场就开场 与压轴 都充满了仪式感 裙子 这种具有明确指向性的 时尚单品 Gavassalia 赋予了其多种意义 最后压轴的是一件红色天鹅绒纹礼服 它展示着穿褶褶的曲线 充满女性化气质 却令人联想起 美国著名变装皇后 De Werner主演的 粉红色火烈鸟 在成衣系列的最后 加入宛若高级定制礼服 一般的裙装 模糊了成衣与定义之间的界限 同时 也致敬了以高级定制起家的创始人 Christobal Balenciaga先生 整场秀当中 Elisa Douglas 一个人演绎了整场 44套造型服装 这里面既有男装 也有女装 既有运动服 也有晚礼服 在这里 性别与年纪 不再是选择时装的门槛 提倡穿衣民主的Gavassalia 认为只有适合 才是选择服装的唯一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